好,我们持续来监督政府 前NCC的委员沦为了炸团顾问 现在整件事情才被踢爆 那在2020年 他个人还是中天关台的推动跃脚之一 我们来看一下 他当炸团门神的手法是怎么一回事 好,主角萧麒宏 本身在NCC的资历是非常丰富的 2020年出任了委员 那中间就历经了中天关台事件 他当时也是一个要角 主持了很多相关的会议 对中天关台的立场 他是还蛮强硬在推动的 不过到了2022年 届满卸任 不满三个月 他就去当了这个叫做 二五电讯公司的顾问 而且是有几职的顾问 每个月都领取十新五万元的台币 而且钱是汇敬他儿子的账户 好,怪怪的 因为刚才说到不满三个月 NCC届满卸任之后 就转去当这个电讯公司的顾问 这个已经违反了公务员的服务法的旋转门条款 本身已经错了第一件事 那现在错的第二件事被抓出来 是因为二五电讯公司呢 这间公司是以合法掩护非法 来制造贩售所谓的这个黑莓卡比特卡 黑莓卡比特卡是诈骗集团非常爱用的 因为它可以让人追踪不到 你的IP位置它是搜寻不到的 所以吸引了诈团的购买 不法的获利金额 现在粗估至少是六亿元台币 好,专门搜集国内外人士的个资 卫造实名认证等等 这些不法所得加起来就有六亿多 那当中这个萧麒宏涉案有多深 好,目前我们依据这个 检调的侦办进度来看 刚才提到的违反旋转门条款 这件事是确定的 但是它有没有实际的涉入诈骗 这件事还在查 不过光从我刚才口述的整起事件 相信大家心中自有公平 那NCC怎么看呢 发出了声明 震惊高度的遗憾 将会全力配合检调调查 误网误纵 大家认为呢 蓝军现在就炮轰了 政府说好的打炸 结果呢 现在居然是跟诈骗集团同伙 藏在国家队里 甚至当起了诈骗集团的门神 并且质问主委陈耀祥 到底知不知情 应该要主动辞职下台 NCC前委员肖维红被报担任诈骗集团顾问遭起诉 肖维红当顾问的二五电讯公司 非法贩售 黑莓卡等网卡给诈骗集团告诈骗 短短三年就获利6.3亿 而肖维红2020年8月 当NCC委员更曾兼任发言人 到2022年7月才卸任 但2023年却违反旋转门条款 去二类电信公司当顾问 每月领顾问费5万元 挨轰根本是诈骗门神 再不到三年了 他就跑到这个民间的电信公司去当顾问 难道这些诈骗集团 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政府单位吗 所谓的打诈国家队 根本是诈骗国家队 我们表示震惊与高度的遗憾 NCC不要一步置身事外 下一条不是你NCC讲的 下一条是我们讲的 肖维红为什么可以做门神 因为他认识你NCC里面的人 我就问NCC 肖维红他接触哪些人 这些人有没有拿到肖维红的好处 帮助这个诈骗集团 申请方便可以比较通融 陈耀祥你本人 有没有被肖维红接触过 前方发现肖维红用长期在电信业 累积的人脉帮25电讯处理业务 甚至接洽NCC跟中华电信 网友痛骂 这就好像警察局长退休 去当诈团顾问一样 笑死人说什么打诈国家队 结果诈骗同伙 根本藏在你国家队里面 从一百万跳到八千万 跳到两亿 扩张的过程里面 你的主管机关NCC浑然不绝吗 管理的这些业者 去哪里赚这么多钱 肖维红遭调查 拿钱当门神 抄照顾诈骗集团 但有人先出他过去 在NCC主持中间新闻换照案 是这种强硬模样 他要让我对鉴定很表达意见 决意就驳回 冠中天的时候 喊打喊杀 救一下自己的人 跑去当门神 丢人丢死了 到底的双标 陈耀祥 这个应该要主动求去 去年警方侦破中华电信 给海峡电信1.2万个门号周 有千个门号涉嫌诈棋 但NCC确实侵罚30万元 当诈骗让百姓声务痛绝 政府的轻纵和昔日大关的暗中接应 恐怕才是大元凶 接下来李选 SNG小组台北报道 由于NCC的不作为 现在蓝白联手在国会成立了 禁电室调阅专案小组 针对禁电室 从深射到上架过程 来进行资料调阅 要求10天之内 提供NCC主委陈耀祥 想质疑 调阅范围的前提还未厘清 应该先处理程序问题 对此民众党立委林国成表示 NCC如果坦荡荡 调阅范围大 更能还他清白 开呛民进党到底在害怕什么 调阅来讲的话 还是必须遵守正当法律程序 那很可惜的 就是说这个调阅学校组的设立 还有所谓今天调阅的范围 这个前提都还没有厘清楚 我们要先盘点 第一个程序的前提要先厘清 那厘清以后来会觉得说 那我们要必须要用什么方法来提供 提供方法来到哪里 所以这个其实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东西都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通过的是 我要调阅的范围 那你至于范围 你当然你们一定会认为很大 可是我们这些是经过 大家私底下讨论以后 跟本案关联的关系 就像有很多人也有检级案制 那我们认为人家检级进去 你NCC怎么处理 我们调这些来看一看 那你们NCC说没有问题 那你进电视也说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你东西为什么不敢给我们 我们所有委员再来做判断 那民进党你也在紧张什么 说不要紧张 换围大恍而更好 你没有事情 那会给你更清楚的这个清白吧 那你怕我们调换围大干什么 我也没有去调到总统府 没有 就是跟进电视跟NCC有关的业务 你如果坦荡荡 那我们还你清白 你如果有瑕疵有维华 那当然我们追到底啊 太阳星全校客废有一身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